里面的东西是你自己的还是 你这个搜紧怎么来 一名身穿身色上一男子被警方拦下 经过警方一查 发现车子根本不是他的 这是你的还是别人的 警方调查证明成姓男子 是横行双北地区的机车大道 专门找停放路边的车辆 或是骑楼下机车 只要民众钥匙没拔 就是他行窃的目标 这回因为机车违规被远警拦下 才会逮个正早 南港分局远警 于日前执行巡逻勤务时 见一名男子骑乘机车 行驶南港路 违规红灯右转三重路 上检拦检盘查时 男子见警心虚加速逃逸 经远警积极拦查后 查询车组资料 发现该机车为失窃车辆 过代返所调查 以厘清案情 经南港派出所远警 进一步调查后 赫然发现54岁陈兴犯贤 曾在台北市南港区 大安区 万华区 洁兴北市 等处多次窃取机车 机车内财务 违恨行双北地区的 机车窃盗惯犯 因为缺险购买毒品吸食 随经锁定路边 未拔60的机车 进行骑轴待步 并窃取车内财务便宪 承贤居无定所 追查不已 同仁认真执行取缔 交通违规而揽破承贤 进而破获承贤 所犯多起 机车失窃案 取案因违法签到罪嫌 移送台湾市领地方 检察署偵扮 警方提醒 民众将机车停在路边 要先注意钥匙 有没有拔器 贵重物品 也不要放置在车厢内 避免遭到有心人 有机可乘 记者黄绍明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